我一定可以回家 我一定可以回家 对于演员来说 每一次新角色都像是在练功 由于人生逆转圣题材上的特殊性 这回他们要挑战的是残疾人士 你以为泡在浴缸四个小时 就可以洗去所有的不幸 掌声下起来 你以为开口唱首五音不全的歌 就可以骗倒拍下所有人的泪水 你以为穿上铁鞋朝圣 就能跨过人生路上的险阻 告诉你残葬功不好练 因为一练就心疼 我们要继续吗 没有没有没有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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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